歡迎大家收看,我是葉遜希 今集想看看可不可以在五分鐘、七分鐘內 解答一些跟音樂有關的問題 唱譜,用感情去唱,唱準節奏 強調他們的大小聲 因為你要記住,你怎樣唱 九成你就會怎樣拉 如果你想改善你的油言,第一 看看可不可以讓它們平均 第二,就是要有變化 你的油言在Piano,在小聲的時候 和在大聲的時候,有沒有不同 如果你自己都覺得那些油言好像燈滯一樣 要是著,要是不著 這個就不是叫變化 可不可以在不著,去到著 沒有油言,去到油言之間 你可以分到好幾級的呢? 按著首歌所表達的東西 是看一下那個幅度 或者是那個頻率 是這兩方面要有變化 你要記住,Vibrato是一定有意思的 是 如果你落一些Vibrato 是跟你想說的東西是相反的 那你千萬不要加Vibrato Vibrato不是越多,越厲害,越闊,越好的 Vibrato是表達情感的工具 千萬不要過了路 首先呢,你要逐個逐個拼出來 如果你初次接觸和言的時候 逐個逐個拼出來 看看這個和言是有什麼音組成 譬如一個G Major Chord 可能是G空弦 D的空弦 然後A弦一手指 B Natural 然後最後可能是一個高一個Octave的G 所以是 So Re T So 那你就要落弓拉G 然後上弓拉D 然後一手指 B Natural T So 通常拉Cord 如果不准的話 是因為沒有理會手指和手指的關係 譬如剛才講的G Major Chord 你應該發覺你的一二手指 是差不多 好像半音這樣黏在 T So 千萬不要覺得 噢,指法是空弦空弦 一手指二手指 那你跟著這樣 0 0 1 2 這樣拉就一定會准 不一定的 是要 到最後呢 是要聽音準 還有看下你手指的感覺 好,肯不肯到 不要為了練 而去練 你應該是有一件事想做的 不論那件事是 我可能想這個樂句 是 做得自然些 或者效果自然些 或者是我這個地方 經常會有錯的 那我就用不同的節奏組合 去把這句拉得通順些 最怕練習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去練 你不知道為什麼去練 有時候可能 練了 練了比不練更差 因為 你沒有意識這樣去練 是不小心把錯的東西 練熟了 這是很大的事情 如果你把錯的東西去練熟了 那你是要用回 三倍或者四倍的時間 才可以練回 對 你要跟先生打招呼 你要開門的時候 見到先生第一下 你要跟先生說 早晨 Mr. Wong 早晨 Mr. Chen 然後落堂的時候 Thank you Mr. Wong Thank you Mr. Chen 千萬不要什麼都不說 記住 先生呢 是將他所懂的東西 他的經驗 十幾二十幾年的經驗 是毫無保留地去教你 先生意外 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我不是老土 我是 我覺得這件事 是學習的態度 是要有誠意在 所以記住 當你上課的時候 和先生 打聲招呼 講聲早晨 先生一定會很開心的 我還沒想到這個環節叫做什麼名字 或者大家如果有提議 可以告訴我 或者有沒有那些問題 你想是 我 是 再花多些篇幅去講的 也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我是葉小熙 下一集 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